说到两脚羊,大家会觉得是有两只脚的羊,但其实这个词并不是指羊,是在血腥的场面中被当作食物吃的人,历史上有很多吃人记载,或因饥荒困苦而相识,或因暴虐残忍而作孽,但谁能想到,古代时美女竟然真的是男人口中的美食,而且形成一种恶俗,吃人怎么就成为了一种习俗,这是哪个朝代的事情? 这里是小豆芝历史,订阅我,小豆芝带你探索更多神秘的趣味历史,张献忠图穿,吃人的例子最残忍的莫过于崇祯年间张献忠图穿,张献忠每攻陷一城,所掳掠的妇女必须由他先挑选出几个姿色美艳的轮流半素,这些美女们上半身穿着艳装,下半身赤裸,什么也不穿,无论什么时间,什么地点,只要张献忠银杏勃发, 立刻命这些美女横倒在地进行监污,等到他玩腻了的时候,便将他们洗包干净杀死,争着货煮着吃,有时他等不及这些美女煮熟了,就带着血大叫起来 民国期间,四川,陕西,河南等地因饥荒贫困而食人的记载很多,1936年5月4日,天津日报,在成都通讯说,今年树皮吃尽,草根也吃完,就吃到死人的身上,听说死尸的肉每斤卖500文,活人肉每斤卖1200文, 省政会特派员王匡楚,到六口厂试查,在一销性的屋里,发现女基民张鹏氏,何张氏等为时死尸,通江马柳平,有一妇女杨张氏,因生活艰难,挟其六七岁及九岁的两个女儿,向她处逃荒,不料刚走不远,该妇岁倒闭到旁,二女积极,就在她娘身上,面面不及身上的肉冲击。 纵观现代社会,包括非洲某个国家,那个残忍的君主在内,包括干旱无语,颗粒无收的非洲灾民在内。 未曾听说有识人的现象存在,在一时普遍不足,道德空前施范的非常时期,什么样的人才有贤清雅致,去描绘和总结吃人的生动现实呢? 只能使上那些出入风月酒楼的文人雅士。 请看,他们是这样描述的,有的是把美女放在一只大缸里,外面用火微烤,直到把美女烤熟。 有的是把美女放在一个铁架子上,下面用火烤,像烤羊肉串似的,有的是把美女的手脚捆绑起来,用开水浇在身上,然后用竹躁着刷掉美女身体外层的苦皮。 在割下鸡肉烹炒而时,有的是把活美女装在大布袋里,放进大锅里煮,有的是把美女砍成若干块,用盐烟上,随吃随取。 有的是只截取美女的两条腿,或者只割下美女的两只乳房,其余的部分扔掉。 张献忠吃人无数,都没有发现人肉表面还有一层苦皮,张献忠只晓得争何处,张献忠身边似乎缺少一个吃人的军师和幕僚。 至于将人肉干叫做两脚羊,将老而瘦的男子叫做饶把火,将年轻的妇女叫不羡羊,将年幼的小孩叫做和骨烂,等等让人毛骨悚然的称谓,更是那些雅士们的创新和创造。 交换着妻子,明里时珍,本草纲木,古今乱冰食人肉,为之享肉,或为之两脚羊,此乃盗贼之无人性者,不足诸矣。 人是要吃饭的,而咱老百姓却嚼着树皮,吃着草根和观音土,实在活不下去,就吃人。 史书记载,民外为盗贼所略,内为郡献所负,生计无疑,加之鸡锦无食,民食采树皮叶,或倒叶为末,或竹土而食之,竹午接近,乃自相识。 乃自相识,就是吃人的意思,吃人这种事,现在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,但在中国历史上,只要是动乱和战争年代,人骨为柴,烹煮人肉的惨事,是时常发生的。 关于人吃人的描写,最著名的当在施奈安笔下,《水浒传》第26回母夜叉,梦州道卖人肉,五都头十字颇语张青,说的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著名女士孙二娘卖人肉包子的事情。 二娘去灶上取了一笼馒头,放在桌子上,武松便问他,撒家,这馒头是人肉的,是狗肉的?那妇人嘻嘻笑道,客观。 修要取笑,清平世界,荡荡乾坤,那里有人肉的馒头,狗肉的滋味,我家馒头机组是黄牛的。 武松道,我从来走江湖上,多听得人说道,大树十字坡,客人谁敢那里过,肥得切做馒头线,瘦的却把去填和,武松怎么想起说这话的? 源于当时有人肉包子事情发生,另外还因为他在包子的肉馅中发现了阴谋样的东西,这才起了疑心。 实际上,在中国历史上,真实的食人肉现象并不显见,非一起两起。 据说,隋末的诸葛昂,高赞两个人,就是食人肉。 诸葛昂请高赞,带来双胞胎小孩杀掉,做成双子燕,一起享用。 诸葛昂回请实则把自己的爱妾,争熟给高赞吃。 信武代史常从简杂传,记载,从简好食人肉,所致多钱补民间小儿体食。 许州妇人有欲待,欲遇之而不可得,且二族夜入其家,杀而取之,族夜于缘,引目间,见其夫妇相待如宾,二族探约,无功欲夺其宝,而害私人,无必不免,因月初而告之,使其素以待现,遂于缘而去,不知其所知。 常从简,出身于屠夫使家,祖上是靠杀羊为生,难怪其残忍。 信武代史赵斯婉杂传,记载,引帝浅郭威西都诸将兵,先为首针鱼河中,居数月,斯婉城中石剑,杀人而始,每靠验,杀人数百,袍在亦如杨时,斯婉取其胆,已久吞之,与其下跃,使胆至迁,则永无敌意。 在民间,为了赌饥荒,还有互相交换孩子,老婆食用的记录。 明末,由于饥荒严重,民间食人现象不时有发生,史书上有详细记载。 明史五行至三称,崇真元年,陕西姬,严,共民相聚为道,二年,山西,陕西姬,五年,淮,杨珠府姬,刘朴在道。 六年,陕西,山西大姬,淮,杨建姬,有夫妻至京余术及投合者,严城教官王明左,致字役于官署。 七年,京师姬,御氏宫廷县会,姬民图,乙建,太原大姬,人相识。 九年,南阳大姬,有母抨击女者,江西义姬,十年,浙江大姬,父子,兄弟,夫妻相识。 十二年,两姬,山东,山西,陕西,江西姬,河南大姬,人相识。 卢氏,松,一阳三县尤慎。 但这些识人现象,不论是文学作品中孙二娘卖人肉包子,还是名史,所记的人相识,都还不是极致,最厉害的事。 把衣腐烂变质的尸体从墓中倒出来食用,这也算是盗墓史上的奇闻。 杀人魔头死因。 事实上,张献忠的死因,史书上有着相当详细的描述。 张献忠是在严廷县被亚伯兰一箭射死的,那么,亚兰部是谁呢? 亚伯兰是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豪格的部下,也是敖拜仗下的一个军官,就品级而言。 亚伯兰属于中级军官,并不是什么显赫的大将军,但是他的身份不简单,他与顺治皇帝,豪格属同辈,这也是他能够成为御林军官的原因之一,更为重要的事。 亚伯兰拥有过人的技能,那就是善于射箭,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神射手,这才使得他有这个能力,一箭射死张献忠。 1646年10月,四川一片白色恐怖,张献忠乱杀乱砍,民不聊生,甚至滥杀自己的嬴室,官兵们再也看不下去这么恶毒的行径。 内讧由此开始,众叛亲离士兵越来越多,有一位守将刘进军首先投降,并愿意为豪格带路,亚伯兰随步前往,10月20日早上,清军与张献忠的残余部队在凤凰山展开对峙,还没等张献忠拔剑,亚伯兰早已射出利剑。 直穿张献忠的前胸,一戴魔头,就此一命呜呼。 张献忠杀人时,压根体会不到自己也是人类,甚至采用五花八门的杀人方法,以图乐趣,这种手段简直是反人类的行径,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,张献忠连自己未满周岁的儿子也杀了,并让妻妾陪葬,这是人类能下手的事情呢。 俗话说,虎毒不食子,可是张献忠不但毒,而且食子,此乃非人类也。 那么,张献忠后人呢,史书上对张献忠后代的记载很少,除了张献忠杀儿子的故事外,几乎找不到其他可以追踪的资料。 有人甚至怀疑,张献忠已经没有后代了,不过,近年来,随着政治文化环境的宽松,在贵州等队出现了自称张献忠后人的族群,他们有家谱为政,很有可能就是当年张献忠侥幸逃生的子孙的后代,之所以多年不被世人熟知, 那是为了避祸才格外低调的缘故。